各位好 我们继续来英文的说文解字 让各位认识我们常见的字 这次要讲的主题是Driver 它的动词Drive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那个一级方程式的驾驶 叫Driver 这是坦克车的驾驶 也是Driver 那就是火车的驾驶 也是叫Driver 那这个捷运的也是Driver 其实这才是Driver 最早的Driver是这个 是马车时代的 那我们中文叫做马车夫 所以你想想看 你光是用中文来讲的话 前面那个坦克车驾驶 火车司机 然后这马车夫 汽车驾驶 一级方程式 那个跑车赛车驾驶 这个我们叫马车夫 但它的英文原文都是Driver 所以Drive 重点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东西 记一个中文意思 那你看看这个也是Driver 这是什么 这是打高尔夫球用的 在开球时候用的 所以你看它那个头很重很大 因为它开球 要把它的球打得很远 所以那个很重很大 所以这一个叫Driver 那这个也是Driver 这个大家都认得 就是螺丝气质 干嘛 它把那个螺丝就screw 把它screw把它转进去 所以它英文叫screwdriver 那这是电脑的 对不对 那个我们叫做驱动程式 驱动程式 但它的功能是什么 对不对 它就是让这个电脑 一些软体 一些等等 让它能够动起来 所以重点是要想想 Drive它的本意是什么 那Driver当然就是 Drive加ER 那英文这个动词加上ER 就是表示说 做这个动作的人 或者是东西 那Driver那意思就是说 对不对 使什么前进的这个人 或者是东西 所以它重点是 使什么前进 你使得马车前进 你使得坦克车前进 你使得一级方程式 赛车前进 都是Driver 所以就它英文本意来讲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中文 针对不同的状况 我们中文有不同的名词 所以当然 你们在学起来的时候 就不知不觉的 就这背一个意思 那背一个意思 那又背一个意思 同样一个英文字 你就一直背下去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Drive 那它这个动词 它当动作是什么意思 你们看这个图片 上面那个是台风后 我照的照片 一排机车被吹倒了 所以这个风是怎样 Driving wind 就是说能够使什么前进 能够使什么 朝什么方向动的那种的风 那你看下面那一张图 那个树叶 通通朝向一个方向 被吹过去 这种有动力的 能够驱使什么 朝哪里行动的那种的 那叫Driving wind 所以就是指那个Drive 它这种驱使前进 驱使朝哪里动那种的 那像这个雨 大家在台湾可能都经历过 Driving rain 那种雨大到那种 你一闪撑起来 就像现在图片里面看到一样 闪一撑起来就开花了 因为什么那个风和雨的 那个力量太大了 所以你那个闪撑不住 就开花了 所以这种雨 他们称之为Driving rain 也是形容它 就跟前面那个Driving wind一样 它有那种驱使前进 驱使朝哪个方向动 的那种的力量 那叫Driving rain 那你看这个图里面 你看那个雨的那个方向 整个是斜的 对不对 所以能不能感觉到 它就是那种 有那种动的那种的力量 它不是直直的那种落下来的 你在看那个驾驶 对不对 看它那个眼镜 大概都可能呢 是被那个雨打的 你看都掉到那个下巴这边来了 你说这个雨 力量大不大 你说是什么力量 使这个雨 产生这样子的方向 那不就是Driving rain 就是它这种雨 对不对 它是受到某种力量 使得它朝哪个方向 落下来 然后它这样落下来 它又造成一种力量 就好像里面的 对不对 打到伞的话 让伞开花 像打到这个人的眼镜 对不对 它眼镜都掉到下巴这边来了 这就是Driving rain 然后再移 Obrig 感谢观看